我们来看第七题,是以主伏角表示下一个负数的集市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,G1等于1件根号3i 有题目意思呢,首先我们来做一些说明 所以假如主伏角是shita 那么因为它是主伏角,所以它的角度要大于0 那么小于2π,这个叫做主伏角 那么因此一个负数的集市,假如这个负数也是G 那么因此它的集市,那么就是写成R 再乘上cosθ,加上i,再乘上sineθ来表示 那么就是它的集市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小题,那么首先我们来计算它的长度R 它的长度R的意思,那就代表整个z1我们把它取绝对值 所以就会等于根号,把这个1平方 再加上这个-3,我们也把它平方 所以就会等于根号1加上3等于根号4 计算结果的长度R,那么就等于2 那么换句话说,我们的负数z1 那么原来是1,减掉了根号3i 所以现在长度是2,所以就等于2 再乘上这里是1 2分之1 减掉了2分之根号3,那么再乘上负数i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知这个是cos,那么后面是sine 所以就会等于2倍的,我们来计算cos跟sine的值 所以这边表示,我们的cos值是等于2分之1 我们的sine值,那么就会等于负的2分之根号3 cos正的sine负的,所以就代表sita,那么应该是第四向线角 所以第四向线角求出sita的角度,那么就等于是3分之5π 那么因此呢,这个1 2分之1,我们就把它写成是cos3分之5π 这个负2分之根号3,我们就把它写成是sine3分之5π 那么因此呢,它的集市就写成了2倍的cos3分之5π加i sin3分之5π 所以呢,我们来看第二小题,那么一样呢,首先我们来计算它的长度 意思也就是说呢,我们把z2取绝对值 那么因此就等于呢,第一个是-1 2分之1 我们把整个呢,平方,再加上呢,2分之根号3 那么这个呢,整个平方之后,我们再把它开根号 所以呢,就会等于这里是4分之1加4分之3等于1 开根号之后呢,长度,那么就等于1 那么换句话说,我们就得到呢,z2 那么原来是-2分之1 再加上呢,2分之根号3i 现在呢,长度是1 所以呢,我们就把1提出来 那么里面呢,当然也是不变的 所以这里呢,是-2分之1 再加上呢,2分之根号3i 接着呢,-2分之1是cos 那么2分之根号3,它是sine3,我们来计算它的sine值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得知cos 是呢,负2分之1 而且呢,它的sine3 那么会等于呢,2分之根号3 cos呢,是小于0 sine3呢,是大于0 那么就代表呢,sine3 会在呢,第二向线 那么第二向线,所以呢,我们就找到它角度 意思也就是说呢,sita就等于呢,是3分之2pi 所以呢,负数z2 那么等于呢,1,1这个1呢,我们就不写 所以负2分之1 那么我们就得知这个呢,是cos3分之2pi 再加上呢,i 2分之根号3 那么就是呢,sine3分之2pi来表示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z3等于负1-i 第三小题呢,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算呢,它的长度r 所以呢,就会等于z3 那么整个取决类值 那么因此呢,就等于负1 那么平方再加上负1的平方 那么整个我们再把它开根号 那所以呢,就会等于1加1再开根号 长度呢,然后就等于更号2 那么因此,我们就得到呢,z3 那原来是负1-i 所以呢,就会等于 那么长度呢,是根号2 我们把它提出来 那么因此呢,就是根号2 乘上呢,根号2分之1-1 那么再减掉呢,根号2分之1 再乘上i 所以呢,就会等于根号2 那么这一个呢,根号2分之1 这个值呢,就是cos3 那么因此呢,cos3的值 等于呢,根号2分之1 那么后面这一个也是呢,sin3的值 所以呢,sin3也会等于呢 根号2分之1 cos3是小于0 sin3是小于0 那么因此我们得知呢 那么这个s3是第三向线角 所以呢,第三向线角 我们来求呢,s3的角度 那么计算结果呢,得到s3 那么就是4分之5pi 所以呢,我们的z3 就等于根号2乘上呢 这个根号2分之1 那 symptoms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他是cos 5分之5pi 减掉呢 根号2分之1 那么这里呢,加上i sin的4分之5pi 那么这个呢,就是他的极次 那么因此呢,第一小题 我们把它写成呢,复数的极次 计算结果呢,就得到是2 乘上的cos3分之5pi i加i3分之5π 第二小题呢 Z2我们计算结果呢 它的集市就是cos3分之2π 加i3分之2π 第三小题呢 Z3我们计算结果就等于呢 是根号2乘上cos4分之5π 加i3分之5π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